世界十大悬案部分图片可能引起不适,胆小渗入。 有些罪行令人震惊,触及到公众的心灵,必须将凶手绳之以法。 但有些罪行的凶手从未被绳之以法,按键悬着,受害者莫有看到他们应得的正义,下面一起看看世界十大悬案。 十辛普森杀七案 世界十大悬案之一,之后辛普森被无罪释放,服刑九年获释出狱。 值得一提的是,2012年发布的纪录片似乎令人怀疑,辛普森是否真的是杀手。 这次案件有颇多疑点,此前有民调显示, 认为辛普森有罪的白人居多,而黑人更多质疑警方办案的可靠性,认为无罪释放是正确的。 九波登谋杀案 时间在1892年,在一家修道院里,被指认波登杀死他的父亲安德鲁和他的继母,当时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。 很多人不相信,之后波登被谋杀,赦免无罪,但是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疑点,也就成了世界十大悬案之一。 巴萨摩人之谜 这起谋杀案有许多悬念小说或电影的特质,但却信不是虚构的。 于1948年12月1日,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 萨摩顿海滩上发现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,正确死亡早上6点半。 使用不可检测的毒药,警方无力识别死者,也就是无法确认凶手和死者,也就成了世界十大悬案之一。 7.克里斯托弗华莱士枪杀案 很多人对此有很多猜测,但克里斯托弗华莱士枪杀案仍未解决。 在1997年不幸遭枪杀去世,是美国说唱史上最未杰出的歌手之一,影响了后代一大批的说唱歌手,谁杀死了这位有才华的说唱歌手。 争议颇多,但莫有人遭到起诉,也就是说凶手还莫有被抓到,也就成了世界十大悬案之一。 6.贝尼特·拉姆齐谋杀案 1996年,美国著名童星,曾当选美国小小姐,却在同年12月26日家中遇害,年仅6岁。 此事震惊但是美国,于2006年,警方十年追凶,抓到凶手,在泰国落网,最后因缺乏犯罪证据而被释放,凶手至今莫有找到,也就成了世界十大悬案之一。 5.黄道十二公杀手 黄道十二公杀手属于杀手中的堕落天使,一称上帝之手或恶魔之子,在六十年代晚期,犯下多起凶案的连续杀人犯。 他寄送了许多封以挑信为主的信件给媒体,并在其中署名,至今还有三道密码未被解开。 在2009年,美国加州男子丹尼斯考夫曼指证其已故继父捷克是十二公杀手,但很快2010年又被推翻,成了世界十大悬案之一。 4.泰诺事件 1982年,不知名的凶徒出于不可知的目的,将具毒物至情化假注入数瓶美国人最常服用的阵痛药物,泰诺塑胶囊。 在短短两天内造成七人死亡,凶手从未被捕。 凶手怎么通过什么方式下毒的? 还是个谜题,凶手也莫有抓到,成了世界十大悬案之一。 3.黑色大栗花惨案 时间在1947年1月15日,洛杉矶的发现诺顿街区被严重肢解的22岁依丽莎白安·肖特,这个案件被改编到书中,拍成电影。 先后有60人出面承认犯罪行为,莫有相应的证据,也就成了世界十大悬案之一。 直到2013年,退休的洛杉矶警探在黑色大栗花复仇者二一书中。 道破去世多年的父亲乔治或戴尔是当年杀害黑色大栗花的凶手,谁知道呢,不是为了书的热销。 二乡中的男孩 这是一起最悲哀的案件,杀手这个小男孩的凶手至今未找到,其次,这个小男孩的身份还不得而知。 案件发生在1957年2月25日,宾夕法尼亚州费城,费城警方以信件夹带、张贴等方法将传单传到了每个费城人手里。 可是59年过去了,期间有很多类似的案件可以确定这个男孩的身份,之后的案件相继侦破,这起案情也就成了世界十大悬案之一。 一开唐手杰克 当涉及世界十大悬案时,不得不提下开唐手杰克,开唐手杰克的故事已经被改编很多的小说或者影视作品,许多的猜想浮现出来。 但都是民众的想象,警察是否找到凶手?凶手是否是一个人? 这些问题至今莫有答案,人们渐渐地忘记了事件的恶劣,开唐手杰克的手段非常残忍,有一点是,凶手至今逍遥法外,多么可怕。 感谢你的收看。记得订阅及分享我的频道。谢谢。下部影片预告。嘻哈音乐爱好者。那你千万不能错过这部电影。